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 学佛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以为自己懂了 以为空了 一切都空 所以什么都没意义 对 就若空亡 你这样子的观念 就是若空亡 也就是你根本都没得修 有什么东西 你都不需要修 不需要修意思是什么 业障还在 不是你不面对它 它业障就不见了 也不是你不去承认 业果就不会陷 即使这一生 你造的恶业 没有人帮你判罪 那事实上 你要要躲过一劫 其实你就要开始紧张 因为我现在我知道我错 如果抓到我的把柄 帮我定罪 我就一笔勾销 那我就逃啊逃啊 让人家抓不到我 但是你那个心的不稳定 其实是随时在的 还有 所作业不亡嘛 那业果是必定的 谁都逃不掉 你现在还知道 至少现前我可以承认 对了 你抓到我把柄 你拿到证据 我认罪 下一辈子 隔音之谜嘛 你忘了你这一次做了大恶 那下一次一现前 就马上有恶果现前 这时候你一定很不满 天将亡我 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 都发生在我身上 别人为什么都那么好 你不晓得吧 不会莫名其妙到你身上 我们一定要确定 这个因果关系 只要发生在我身口意的对应上了 都是我业力的招感 一定要先学佛的人 先深信这个因果 因为一般人就不深信因果 所以心情会不稳定 会抗拒 会不安不服气 我们如果深信因果 什么来我都服气 因为跟我没有缘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无因无缘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一定有某种因缘 只是我的智慧不够 我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先接受再说 然后接受了又往空无向 无缘的路上去解脱 这样才能够真正化解 如果还是没有往那边去 解脱不了 我们常常说 我忍你 我先不跟你计较 那个其实都是埋一下那个祸 祸根 因为你没有把它化解掉 你还是着想的 你还是希望 有一天我能够澄清 甚至我一天 哪一天可以说服你 其实连那个想法也不要有 接受了 然后就把它消融掉了 空来空去 体性空 像也空 到最后要这样才能化解 到最后要这样才能化解